蚁王一拳冲破了厚厚的卵臂 然后开始用力撕扯孕育他的虫卵 把蚁后疼得叫苦不堪 就这样蚁王硬生生的自己爬出来了 蚁后被迫早产 疼晕过去了 现和蚁们全都闻讯赶来 看到这个早产而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蚁王回头看向大家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军团掌门已经吓得忘记呼吸 蚁王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肚子饿了 去准备好吃的东西过来 这是猫头鹰急匆匆的赶来 他静止跑向吐血的以后 当他跑到蚁王身边时 被蚁王用尾巴毫不犹豫地削去了头颅 时团掌门看后更是震惊 猫头鹰可是这里的军师 很受大家尊敬 但是蚁王对他却如同草菅一般 蚁王又说给我准备食物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次 蚁王看到了扣鲁多 他正冰着奄奄一息的蚁后发呆 于是想调教一下扣鲁多 蚁王竖起尾巴 让扣鲁多给他擦干净 扣鲁多刚要上前 因为蚁王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坚持让扣鲁多来擦 扣鲁多只好认真的给蚁王擦尾巴 当他终于擦干净了 听见蚁王说了一句 真难吃 扣鲁多抬头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蚁王正在啃食猫头鹰 而且吃的只剩下一只脚了 这时王下三护卫终于赶到 他们说已经为蚁王准备了美食 而且还向蚁王宣誓效忠 大家见蚁王跟随三护卫走了 赶忙上前查看以后的情况 张鱼大夫看后说 以后多个内脏被破坏 凭他们的能力是修复不了的 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死 扣鲁多赶忙追上猫女 请求他救救以后 因为猫女曾将支离破碎的凯特修复 如果拯救现在的以后 应该毫不费力 猫女却说 凯特是因为我需要她 所以才修好的 现在王已经出生 所以以后跟我们也没关系了 不需要的东西我是不会修的 扣鲁多再次被震惊到 没想到大家都是以后生的 他们居然可以如此无情 扣鲁多决定去寻求人类的帮助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猫女对以王说 食物在以朝的顶部 以王决定从外面上去 这样会快一点 于是一拳将以朝打穿 以王把尾巴插入墙壁 然后向上一跃 稳稳地跳到了以朝的顶部 他向四周环望了一下 看到了飞出去的扣鲁多 但是并没有理会他 匕匕展开了他华丽的翅膀 也缓缓地飞向天空 由皮看到匕匕的翅膀很不错 于是给自己也造出了一对翅膀 只是运用还不太熟练 刚一起飞就翻车了 以王吃了一口 为他准备的人肉丸子 感觉太难吃了 他说在以后肚子里 曾经吃过非常美味的食物 猫女知道以王说的是念能力者 于是他们开始了征程 去寻找美味的食物 以王发现了目标 松开了缠绕在补腹脚上的尾巴 犹如一颗炮弹扎向地面 一对夫妇带着孩子 正在田地里忙碌着 小女还看到几个不明生物突然出现 父母被瞬间削去了头颅 以王吃了一口 说自己压错饱了 猫女说人类最好吃的部位是脑髓 建议以王在猎杀时 不要破坏头部 以王品尝了一下小女孩的脑髓 味道确实不错 但比起念能力者还是差得太远 猫女又开始教导以王 告诉他见别念能力者的方法 以王说你是在舆论我吗 我当然知道 看他们身体上的能量就能分辨出来 这还用得找你教 是不是念能力者 只要通过狩猎 然后自己亲自去品尝 就像拆盲盒一样 这样才会有乐趣 不过我现在已经被以气饱了 莫老五和诺夫发现一只倩和矣 举着白旗向他们飞来 扣鲁都说他愿意投降 只要能拯救以后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而且以后现在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对人类没有任何威胁了 如果以后一旦死去 倩和矣的组织系统将彻底崩溃 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 诺夫给莫老五解释 这些兵一旦失去以后 将会分散到各地 强行和其他物种进行繁殖 现在以往已经降生 这个速度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事关重大 后老五和诺夫决定带扣鲁多见以下会长 而此刻已朝内部 正如扣鲁多所言 甚至情况更加恶劣 因为以后还没彻底断气 大家都准备各奔东西 既然以后失去了繁殖能力 他们要各自为王 然后缠下自己的后代 只有少数军团长不愿舍弃以后 小杰一行人也来到了NGL 但进入NGL的是拿库鲁和秀托 因为小杰和奇亚都战败了 此刻波特已经化身为讨战魔 趴在小杰身上 小杰叮嘱拿库鲁 一定要把凯特救出来 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小杰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 在回去的路上 奇亚看到一蹶不振的小杰 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小杰不能使用念力的这30天 无论发生什么危险 都一定会守护好小杰 等小杰恢复念力后 就如比斯吉说的 将永远地离开小杰 他觉得自己不配待在小杰身边 尼特罗会长不但消掉了自己的发迹 还换上了自己的战衣 是一件印着新字的T恤 莫老五和诺布知道 会长这次终于认真起来了 会长释放了自己的念力 让扣鲁多毫无保留的回答 自己的气和蚁王比起来怎么样 莫老五和诺布被会长的气震撼到了 但是扣鲁多却毫无波澜 扣鲁多说以会长现在的气量 想要碰到蚁王都很困难 恐怕在那之前就被王下三护卫干掉了 会长听完扣鲁多的评价却很兴奋 没想到一大把年纪了 还能当挑战者 这让会长感到热血沸腾 会长让莫老五和诺布 带着最顶级的医疗团队 跟着扣鲁多去乙朝 自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 所以就不跟过去了 莫老五等人来到乙朝前 看到倩和乙大军如鸟兽 收散一般飞离巢穴 当他们来到乙朝内部时 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倩和乙了 医疗专家马上对以后进行救治 扣鲁多说用我的内脏给以后换上 但是专家说这样不行的 你们欠和乙美差一代 就如同换了个物种 你的内脏以后根本用不了 不过我们会尽全力救治的 只希望给以后的人造内脏 都会奇迹般的发挥功效 就在这时以后恢复意识了 因为以后还没进化成可以说话 只能给部下包送讯号 医生让章鱼哥给大家翻译 也许在以后要说的话里 能找到救他的关键信息 但以后却问 自己的宝宝是否健康 身体又没有缺陷 因为他出生的太早了 扣鲁多回答 说以后非常健康 他带领部下 却给以后找能救治他的草药了 以后却说 让以后赶快启程离开这里 因为他未来可能会统治世界 不要把时间浪费到救治自己上 以后说我的身体我最清楚 我已经没救了 只要以后平安无事 我就完成使命了 扣鲁多见以后准备放弃 他激动的朝着医生大喊 快用我的身体吧 不是是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但医生劝他还是仔细听以后的遗言 接下来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以后还给以后起了名字 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以后的名字叫 梅洛艾姆 是照亮世间万物光明的意思 世人无数的以后终于与世长辞了 扣鲁多说了一句 我又没保护好 我无法保护好任何一个人 大家不明白扣鲁多为什么会这样说 白干脆面给莫老五等人解释 扣鲁多是把他人类时期的记忆 和现在给搞混淆了 在倩合意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虽然变成了蚂蚁 有些却还保留着人类时期部分的记忆 这时他们发现以后肚子里 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扣鲁多小心翼翼的取出来 竟然是一个比手指还小的婴儿 这个婴儿非常有活力 居然开始大声啼哭 这个女孩 我会守住 斯科拿库鲁也明白了 原来自己的温柔也是传承自师傅 当拿库鲁和秀托检查以潮时 出现了恐怖的一幕 一个身发极快的黑影 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这个黑影正是被猫女改造成傀儡的凯特 小杰这边还在驶出NGL 但小杰不愧是小杰 他虽然在车上消沉了一段时间 但是突然一声咆哮站了起来 他说拿库鲁一定会救出凯特的 所以自己要变得更强 不让回来的凯特对他感到失望 泡泡堂女说你早该这样 我本来打算 你要是继续这样哭哭唧唧的 等下翻过这座山 我就要把你踹下车的 泡泡堂女也坚信着凯特还活着 他虽然认识凯特没有小杰早 但是和凯特相处的时间却很长 他对小杰说 如果你有那份毅力 即使在车里面也能进行锻炼 泡泡堂女还给小杰讲述了凯特的故事 他说凯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他为了保护一种小嘴天鹅 贷款买下了整座山 而贷款给他的人正是凯特 因为他求助过无数的人 能愿意相信他们这些小屁孩话的人 就只有凯特 其实那座山早就没有小嘴天鹅了 只因为那里是泡泡堂女的故乡 但凯特还是为了他的梦想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他 猎豹嫉妒已经跑到了边境 并且干掉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他对自己的速度非常自信 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阻止他 鳄鱼则是来到了海边 他要去一个食物和雌性充足的地方 与此同时 梅雷翁 沙残 哈加也都踏上了自己的征程 而乙王则是来到了NGL的邻国 冬果陀 他要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天下 这个国王正在欣赏民族舞蹈 托女狼万物 台上的托女狼还时不时地传出绯闻 跟国王积极地互动 国王看得争起劲呢 有人向他汇报说有入侵者 国王却说我在忙要紧证物呢 这种小问题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 然而入侵的并不是人类 而是倩何以 乙王带领他的三护卫 已经干掉了门外的守卫 当他们走进前厅时 从柱子后面又出现一群守卫 为首的大壮一看就不好惹 乙王即可看到大壮却变得兴奋起来 因为这个人正是他们要寻找的面能力者 乙王早就对这种食物垂涎三尺了 这些护卫都被削去了头盖骨 乙王品尝了一下大壮 高兴地说道 没错就是这个味 然后他的力量就不断地喷涌出来 猫女不禁感叹 原来我的王拥有类似吞噬的能力 可以细时念能力者的气 从而转化为自己的 也就是说 吃得越多就会越强 国王终于欣赏玩舞蹈 乙王也来到了他的宫殿 虽然两个都是王 但乙王不明白 眼前这个对自己大喊大叫的阿肥 看不出有一点才能 为什么这种废物也能称王 虎夫解释道 在人类世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即使是废物 也能依靠血缘关系或者其他门路 登上与自己能力不相符的地位 乙王直皱眉头 说着太不合理了 废物当正 百害而无一利 只有愚蠢的生物才会这样做 乙王决定代替阿肥来管理这个国家 猫女说人类的肉质算是优质品 而优质肉类的管理可以交给肉本身来负责 这样统治起来比较省事 这些人又不是念能力者 给我们的士兵做口粮绰绰有余了 乙王因为巴了结了叠叠不休的阿肥 猫女准备用阿肥这块肉 来管理其他的肉 一旁瑟瑟发抖的兔女狼 请求乙王放他们一条生路 结果给乙王整笑了 乙王说你们人类果然都是白痴 用你们的脑袋好好想一想 在你们夺取猪祸是牛的性命时 他们发出的求饶声 你们听进去过吗 乙王来到检阅台 方言望去 景色优美 以云很广 非常适合做图宰场 于是给这里起了个新的名字 叫做肉术园 小杰和奇亚回到了庞姆所在的公寓 看到整栋大楼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奇亚意识到 现何以不算什么 现在最危险的是庞姆 但小杰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孩 他勇敢地打开门走了进去 因为跟庞姆承诺过带他去NGL 结果自己食言了 现在就要像个男人一样 去尽力地弥补庞姆 奇亚悄悄地打开庞姆的卧室门 只见庞姆正在扎小杰形状的玩偶 被扎乱的玩偶已经堆积如山 庞姆回过头 用血红的双眼盯着小杰和奇亚 把两个小朋友都吓掉色了 庞姆要小杰无条件答应他一个要求 奇亚苦苦哀求小杰不要答应 但小杰的意志非常坚定 奇亚又去劝说庞姆 但庞姆说你不要多嘴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但小杰说今天不能约会 今天还要和奇亚进行特训 小杰还邀请庞姆一起特训 小杰说的确是第一次约会 但是你要让我好好的准备一下 不能这么草率 庞姆终于冷静下来 他说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就不会发这么大脾气了 小杰说我只是想保密 然后给你一个惊喜 奇亚想不明白 小杰应付这种是很熟练的样子 于是问小杰 难道你曾经有过约会的经验吗 他得到了小杰肯定回答 小杰说以前在鲸鱼岛 经常会有只有女船员的渔船入港 里面很多人都喜欢小鲜肉 然后自己就跟他们逛街什么的 所以学会了很多事情 小杰还说那些女船员 都被称为小鲜肉后呢 奇亚说自己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认识小杰之前 暗杀修行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奇亚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因为还有一个月 她就要永远的离开小杰了 这时小杰又收到了喜讯 拉库鲁告诉她已经找到凯特了 他们三天后就会回来 这时大街上走着一只人形的豹子 人们纷纷给她拍照 以为这只是角色扮演 这只豹子正是激度 这些拍照的人还不知道 自己在激度眼里只是食物而已 果然没过多久 警车赶到了案发现场 包围了激度 警察让激度赶快投降 而激度却打起了哈气 长官下令开枪 当子弹距离激度还有一零米时 激度瞬间就躲开了 这些警察还在发愣 人为什么消失了 忽然感觉手指发烫 再一看 自己的手指已经全都断掉了 而激度像吃薯条一样 把手指扔进自己嘴里 小杰为了第二天的约会 好好地洗了个澡 从她的发型推断 并没有像吸索一样使用发胶 西亚向小杰保证 明天一天都会在健身房锻炼 绝对不会跟踪小杰和旁母的约会 小杰保证